歡迎繼續收聽《波多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柯文哲的媽媽和瑞英女士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柯文哲是一個有夠幽默的人 剛才剛才爸爸媽媽也很勉強 爸爸那時候也很自責 他推他 可能這世上更大了也不推過 他不敢打他 他也沒做什麼事 他可能覺得你對中部太過分 所以大家電 柯文哲的胡蓮 陳佩琳女士 那時候是你選的嗎 對 他都沒有交給你朋友嗎 他沒有交給你朋友 怎麼這麼沒有 就是沒有 寒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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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二戶很多人要計 他就點點了 這樣沒有人來 沒有 沒有 就沒有亂來 沒有亂來 沒有亂來 知道這個 最後你是怎麼認識陳佩琳的 那是一個朋友的老師 陳秋雲老師 他是朋友的人 陳秋雲老師 哪有朋友 就是叫陳佩琳的爸爸 他媽媽說 他媽媽說 他媽媽在家裡 在家裡 有一天 陳佩琳他們 好像要結婚 他爸爸說 我這個 房間就來 整理你的 一些資 全日本人 那時候 大家都沒有看日本人 陳秋雲老師 說 陳秋雲老師 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食材 會看日本人 他就 請了一張 給我 先生 我先生 他說 好 如果不在家裡 要送多好 我 他媽媽怎麼有 大餐廳 不在家裡 他不在家裡 他不在家裡 也不在家裡 人家 三生 都 每個人都有 拿來 我們先生 就 經過社會 陳秋雲老師 說 這是什麼樣的人 怎麼會這樣 這麼多人 三生 會做 這麼多人 我也就來 幫他洗個桌子 陳秋雲老師 就說 他大小小子 要結婚 要搶房間 有一個 第二小子 要不結婚 大小子 已經嫁去高雄 一個小小子 他也是 台大醫科的 醫生 小兒科醫生 這樣跟我們先生說 我們先生聽到 就說 就經過社會去 說 這小兒科醫生 他不早有男朋友 是已經有結婚 他就經過社會來 說 沒有 他說 如果人家都沒有 我來找我們 柯文哲看看 他說 好我來問他爸爸 就去問他爸爸 他爸爸是說 沒有來說看看 我的女兒 那時候 我來台大 他縮小 就是叫我們媳婦 三對面 美蘭 柯美蘭就是叫他 三對面 我 有一個柯美蘭回來 我就說 柯美蘭 他說 他說 這我沒效的 他說 美蘭師 哪一顆 他現在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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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說 對 有一個陳佩琳剛才出來 他就讀到陳佩琳的意思 可能陳佩琳的爸爸媽媽也知道這個事情 陳秋英老師有跟他說 對 所以我們柯美蘭就跟他說 陳佩琳 我今天請你吃飯 叫我們哥哥 坐著來吃飯 他就有答應 說好 我們坐著去吃飯 吃飯第一次看到 有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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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他后就有出来找一个去教王 就是这样 这样才成功 这媳妇也是不简单 政党很高 你也有教她就对了 有 第一学问真好 生日也不错 不错 也好看好看 他现在比较败 他没有现在这么散 就很麻烦 就找医生 就顾生姓顾丁 拼出来 吃饭 随啥都对了 他就是这样 所以他很散 我也很不敢 是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柯文哲的妈妈 柯妈何瑞英女士 说的是柯文哲 就是要谈柯文哲 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他也有一个好妈妈 好爸爸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柯妈妈 我们在这里祝福 柯文哲希望可以勾评动算 感谢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进到这边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